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刻也有直路内南不利的情况出现 所以先省完直路订出中档的马 可能会冲得更好或放投这类马够为好处 而这次在压地前头三场都是跑短途 预计短途的偏差都是放在前置会比较好处 去到中距离或压地前的时间可能有得盖 而今次的头场是跑五班一千米的赛事 现在出了赔率 刚刚跳一跳之后 虽然是早飞 现在爆幸运飞区成为大日本尼的波 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独赢及位置的赔率 大家可以参考 而幸运飞区在这一组里 我觉得他在跑法上比较弹性 而且是一个不错的形势 佳恩、幸运大兄、自由旺 放前走 另外王家魅力 这些都是有些速度的马匹 看看上一场是幸运飞区出赛的表现 这一场赛事是二三七种场次 他跑完泪地没什么表现之后 回来较有根据的谷操 这一场原路摆在第四位 出阵也很快 今次大致上 前面没有起劲棋、起奔腾 变成了幸运大兄、自由旺 以及刚才说过的王家魅力 应该是跑法弹性 而这一组里面 现在看镜头里面 幸运飞区转弯出了三叠 相对于投马 以及拉斯追过起劲棋 幸运飞区沿路的走位 或者是弯位 都是较少的 这一组里面 鼓浪威风 接着上四班 都可以入位 而起劲棋 以及里面做得好 之后都可以继续入位 跑得好 所以我觉得上一场的幸运飞区 追回第二 这一场的赛绩水准 都可以看中的 今次老马 投回35天 继续等谷操一千 再上阵 卖门做货集 轻松是跑 虽然三叠马 跑第三 但其实都是轻输下暴头 提起一叠马 准备要上阵 这一类八岁老马 早上 操练功夫都是正常 得平何代 一定有状态的时间 要用它 也未交代 战意无怀疑 所以 首选里面 先选8号的幸运飞区 而次选6号竞飞区 在上一场的237 即和幸运飞区同一组上阵的时间 今次不看直路 看过开集片段 十档起步 黄网地三白武 起步之后 你见到巴道不算很积极 相对于前面4号的起崩藤 这只竞飞区 现在走三叠的位置 如果看回当晚 12月11号 原来走三叠的马 都比较吃亏 你查回很多走外叠的马 都会提升名次 这里不看 说回之前 它在四班下班前的表现差 也没什么所谓 它也出自于142强组的赛事 直路1000米 所以 今次如果这一场马 比较多的快货马 八档希望放到二叠 有权差一值 而五班赛 什么时候都放在前面 所以第三、第四选的配角 就选择前置马 7号幸运大兴 上一次赛前 休息一段时间 隔了一段时间 隔了一个多月的休息时间 上阵 以这一场前置马来说 上一场幸运大兴的表现不差 大家看看这一场 二一百种场次 幸运大兴的沿途二叠红帽 这一匹 就拍着神马飞扬 快放 这就是国际骑士錦标赛的头场 早段拉得快 而回到鱼王 以及安定凡胜 葵宗精英 大卧档上来神火金刚 全部四匹都是后尚马 前战马当中 得走里面 四号子子子三 这一只幸运大兴 同样有些气量 神马飞扬 农友 这些全部回来散了 所以上一场 后运大兴的赛绩 不错 以这一场千二的气量 回到来 是 最后的五十先断 套回到今早的一千米 应该足够 这次蘇波罗 也有手马放在这里 葛林和他最近 都赢了这一只友谊之星 合作表现都不错 我们可以在统计资料里面看到 近三百场 棋练 合作 有神州进马 刚刚有上名 友谊之星 所以都是有教授的 这一对棋练 而第四选 四号马自由王 上次在泥地上阵 近期的泥地 不算很理前置 常山其保 在后面 盖上来赢马 上一场也算放得快 今次脱回下午 希望早段 不要抢得太急 让马可以放松一点 前置马当中 四七一队 希望拼得QT选 上一场 自由王 都可以给予藉口 好了 头唱时间了 麦波选了8号的 幸运飞区 路径飞胜 7号幸运大兴 和4号马自由王